4月8日 中共駐美使館發言人稱 2021年7月至今 遭美方盤查遣返的中國公民近300人 其中留學生超過70人 2023年11月以來 僅在華盛頓多勒斯機場 就發生了10起中國留學生 入境時被盤查遣返事件 2020年5月 美國前總統川普發布總統行政令 禁止與中共軍方有關 持學生簽證和訪問學者簽證的 中國留學生和學者入境美國 但不包括本科生 之後拜登政府延續了這項行政令 前美國國務卿麥克·蓬佩奧 去年1月曾發表視頻說 中共利用中美學術交流 破壞學術自由 而且是透過拒絕和擔憂 向美國的地區 路透社2020年9月曾報導 已經有數千名中國學生的簽證被拒絕 而路透社在2021年6月的一項調查顯示 參與其中的310名學生中 絕大多數在本科階段 曾就讀於國防妻子和北京郵電大學 或者是得到了中共官方的資助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王彥強參謀報導